这是一本非常恐慌的履历 26岁,威尼斯电影节以后 30岁,阿娜电影节评委 33岁,博宾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35岁,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不编三大国际电影节,威尼只用了9年 天天是金马奖让威尼在了跟洞,抬两次 2014年,威尼平徽来首次提名金马影后 多数人想,影后给威尼几乎晚上定睛 结果不是,传言很多 陈冲威尼不合罪哦 陈冲是那届金马评委 但都是八卦了 真实发生的事 巩力经纪人带她发声明 一个不公正的电影节 会让所有艺术人员瞧不起 这是我第一次来金马奖 也是最后一次 所以这次 巩力可以跟事一类一般 重返金马还担任评委 她怎么做到的 是真相定律吗 不然就是,巩力不再故意不怕被打脸 想做,就去做了哦 想要拦拦过她的一道题 被很多人热议 你会害怕吗 巩力有点 萌萌的 但回答快速决绝 没有 那个不痛不痒的 说去吧 我无所谓 会猛 我的理解是 巩力压根没觉得那是一个问题 她有点讶异 但台湾记者的问题可不会不痛不痒 11月12日 金马记者会 有人问她 会不会用更严格的一件光神 是张艺谋的电影 包装里头藏着坑 其实是问她 你俩的救情会不会影响平叛 巩力直奔主题 又是私人问题是吧 一派坦荡 还有人指导痛处 你说金马是个公正的平台 那怎么看待四年前说 金马不专业 提到四年前的时候 坐旁边的李安 无奈一笑 巩力也笑了 再说出来的话并不好笑 我的意思 你们理解好还是怎么样 下来我们慢慢的聊好吗 巩力是温和的 温和的发怒 温和的对人 温和的打太极 仿佛所有值得翻白眼的事情 到了她这里 都被简单处理了一句 Fine Thank you 但你就能明确感知 Thank you的背后 绝对不是字面意思 那般友好 不友好 不代表敌意 她就是淡淡的 轻松自如的 又不可冒犯的 好像很亲切 也好像是高临下 好像没生气 也好像真的很生气 这是巩力独特的气场 气场内 保持着25度恒温 所以即使发生碰撞 她和对方 都不至于难堪 同时对方会知道 哦 好吧 我该闭嘴了 巩力连杀气都是温和的 记者被她杀了 此后 整场记者会在无不和谐的声音 吉马也被她杀了 引二姑玲玲站在台上 问她 巩力 你真的不要上台和我一起颁奖吗 所有人看向巩力 巩力就是不起身 尽管她是笑着的 巩力生在东北 常在山东 命运注定是个硬骨头 出生还有段传奇 说是妈妈生娃四个小孩后 做了绝育手术 这样都没能绝叫巩力 怀上巩力那年 妈妈已经四十岁 妈妈也硬得很 年轻时未求频繁 一路写信写到北京 最后真给她返程了 巩力演秋菊 参照的就是四个妈 老来得子 又是小妹 想说会成为全家的掌上明珠 巩家不是 五个孩子 平起平坐 每天 谁回家最早谁做饭 后来她秋菊打官司 巩力在剧组过年 给大家包饺子 饺子一个个一九轮油饺 很叫张一谋诗经 我妈说 不会包饺子的女孩嫁不出去 二十六岁的巩力 已经动了结婚的念头 巩力在城隍妙算过命 算过人让她最好在三十岁前结婚 但结局都知道 红红烈烈败给了张一谋的不婚 结婚 不就是一张纸吗 四十六岁 离婚三年的总理 在被问婚恋官 说出口的 竟然就是杀过她的这句 我觉得婚姻 她只是一张纸而已 这是不是曾经别人说 给你听的话 杨兰问的委婉 我听说过 但以前不了解 巩力达得无惧 于建章 阴谋之前 巩力没这么多想法 她一门亲子要考医术院校 两年失败了四次 周围人都说 这孩子自不量力 他才不管 父母也随意 跟他讲 你要考 考吧 我们帮不了你 得靠自己 孔家实行方养 巩力愿引发全国大地震的时候 记者采访巩力妈妈 妈妈轻笑飘回应 我们全家都反对 觉得张艺谋年龄大了些 但小力态度坚持就没干涉 应该全家也反对巩力学义 知道反对无效 算了随她去吧 她就一个人坐火车 跑上海 跑北京 肯定过得苦 但得了妈妈的真传 巩力轻飘飘响 每困难也不会有成长嘛 四处碰壁后 朋友建议巩力 要叫专业老师学习 于是 认识了她的启蒙老师 尼大为 2004年 尼大为出书 记录了一段给巩力上课的情景 巩力坐姿不雅 两条腿插着 嗨得不停 你叫她转身 二话不说 杨气学习去丢了马鞭 就在她响腿上一抽 狗 力摔门就走 这是第一堂课 尼大为给孔力下马鞭 巩力把手把尼大为了地上 十多年后 尼大为找巩力拍电影 巩力拒绝 理由是 角色没什么挑战 转而去拍了周瑜的火车 尼周瑜很有挑战 跟孙宏雷在朱莲后面缠绵 喘息声听来都心颤 而对尼大为 尼的朋友都冒巩力不近人情 是啊 在人情至上的中国 怎么敢扭人在大红之后 对恩师的邀请说 我不要 巩力就敢 尼大为也是他这套 记者问他悲剧的感想 这句实在感人 只要我并为那天 巩力来看我一眼 我就满足了 巩力的恒恶气场效应 那时候就发挥作用了 当然也有说法 说尼大为是巩力的初恋 初恋也好 失声情也罢 角色不好 只能抱歉 就像007电影来找巩力演女主 他一句了 角色太简单没有挑战 巩力40岁进军好兰坞 作品一季回忆录 但事实上 96年 中国和此上映后 好莱坞就递来了合同 他剧间的说辞还是老调调 剧本很多 但都是花瓶 一会儿死了 一会儿救了 一会儿又很惨 我都没有兴趣 这语气 平常的很 像在说我不喝黑咖 太苦 杨岚就瞪大眼问他 你要知道 商业片不追求艺术的 但他对这名度有好处 我享受拍戏的过程 像在体验另一个人的人生 如果角色不好 我不会想去过他的人生 没什么意思吗 我觉得 不要浪费这个时间 共力肯定是无意的 无意就躺枪了好些人 李冰冰 神话A级范冰冰 X站紧紧前 环太平洋 Rbaby独立日 二之鱼说 范冰冰没有作品走红 还是脑子有毛病 龚立有意还是无意 这就不知道了 2011年 嘎那 范冰冰穿衣身纤和红裙亮相 龚立穿身紫色低胸术腰群现身 新闻写 龚立范冰冰红塔睁眼 之后 记者问龚立 现在走嘎那红塔的中国女演员很多 请评价她们的装扮 注意 问的是装扮 但总力回答 如果我有时不电影 我肯定走十次红塔 但我没有作品 走那么多次红塔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脑子有毛病 他基于的是一种假设 但这口国不偏不倚 就是跟范冰冰很合 龚立的人际线很有趣 跟女的 起码在传闻里 这个不合 那个有愁 比如陈冲 范冰冰 一记回忆录 的时候 传过张子怡 跟张墨 张一谋的女儿 著名段子是电话门 说龚立给张一谋打电话 两个小时了 打不通 因为张一谋在和张墨通话 龚立就炸了 听着很狗血 但早年 张墨还在美国读高中 回国度假 做过一次专榜 这几龚立 他毫不留情 说爸爸需要一位女性来照顾他 但他再不能像跟龚立在一起时那样 冷落他唯一的女儿 最严重是这句 我至今不明白 像龚立这种大明星 为何要扼杀我和爸爸 接触的一切机会 多年后 张一谋拍归来 龚立是主演 张墨担任剪辑 鞋片去巴纳 媒体拍到了一张超市集同框 龚立微笑拥抱张墨 后面戴墨镜女士是张一谋 其次陈婷 蓝色衣服来自张一谋 在另一个角度的照片里 张一谋笑出一列折子 说王妃家族的交际线很奇迹 其实龚立也不赖 跟男的 每一个 过程看似腥风血雨 结果都能再见是朋友 以大为弹球并为十一件 孙周大赞龚立是天才 前夫皇和翔 一个新加坡做生意的 离婚都三年了 还抛头露面盖张离婚 说为什么离婚 说离婚后关系更好 说龚立改国集市为出国方便 大家别误会他 龚立呢 跟新交的法国男友路边卫时 要说谋合不顺的异性 有一位叫王家卫 台2046 王家卫让龚立哭 哭了整整一板 镜头推来推去 哭得死去活来 结果看成片 屁都没一个 不要把这些好演员放一部电影里 让你随便浪费 就像一个训练班那样 龚立评价自己在2046中的表现 很不成功 只是一个段落实人物 从此在不演群戏 大排们多多少少抱怨 过王家为折磨人 梁朝伟被他折磨得只敢脱地些恨 鼓立这种 公开批评还比这么狠的 没有第二个 他也比张艺谋 张艺谋拍时面埋伏 英雄 他追电话过去 你怎么回到了摄影师水平了 那是张艺谋转评商业电影的关键阶段 摄影师水平五个字 求果实的心理经营面积 想起九十年代初 龚立 张艺谋在香港 录制今夜不设访 有一幕 五个男人哈哈哈哈聊天 龚立版无聊来 坐旁边玩手 他才二十出头 跟大哥们待一块 他就这么放心大胆地活在自己的空间里 无拘无束 接着 张艺谋说 终系到生三 零人 他猛地加入 哪儿啊 二十人 张艺谋附和 哦 二十人 龚立话少 杨岚采访他 说自己做得很累 问了很多问题 他就用时不是回答 但只要说出来的部分 直接 且精华 风格如他的口头茶 不要浪费 十九岁拍红高亮至今 龚立一刻没有浪费 拍好戏 谈恋爱 过精彩人生 浪费掉的 大概 值得切满了